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积木数组评测月光专场 新的一些视频呢 厂长也是决定尝试一下新的一个积木类型 咱们都知道除了乐高的小颗粒积木之外呢 咱们的积木还分成了大颗粒和微颗粒等等不同的积木类型啊 那么厂长这次带给大家的就是这款由 L.O.R.A.励志这个品牌带来的寿司套装 编号是9392 确实在这之前呢 厂长也只是对这个微颗粒积木有一个简单的了解 所以说这期视频呢 就让厂长和各位专有一起来深入了解 咱们这个平时不太玩到的积木种类吧 L.O.R.A.的包装盒啊 还是做得非常不错的 盒子的开启方式呢 和启蒙是差不多 都是从侧边来翻开 盒子其实挺大 但是咱们打开之后呢 里面的内容物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多 首先咱们来介绍一下砖包 这款设施套装给咱们提供了6个砖包 砖块数是在1360片 从颜色上看得出 砖包已经有了大概的分类 所以说在搭建的时候寻找砖块应该并不是特别的麻烦 那么这盒套装啊 官方定价是在298元包有 平均每个砖块的单价是2毛1 至于说这个价格是不是合理啊 确实厂长之前也没有玩过微颗粒积木 不好做过度的一个评价 就让专影们自己来衡量吧 那么说明书方面是为咱们提供了一本啊 它的这个尺寸呢 确实也是挺大的 比包装盒小不了多少 纸张也是比较厚实 翻开之后呢 里面的搭建说明 看起来也是非常清晰和直观的 给人的印象总体来说非常的不错 风格简约大方 另外啊 在盒子里面 厂长还发现了一个小东西 你们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那么这就是微颗粒的一个拆建器了啊 确实用了很多的这个小颗粒的拆建器 再来看这个拆建器呢 就觉得特别的小 感觉特别的可爱 产品内容物介绍完之后呢 咱们就开始对整个set进行一个搭建 那么由于微颗粒的砖块太小了 而且搭建的过程当中较乐高 也是要枯燥很多的 所以厂长就并没有像往常一样来搭建set 而是采用了这种形式 那么搭建的过程当中 咱们就来说说它的砖块 首先从这个砖块的组合手感来说 我个人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 拼装起来是比较轻松 并不需要使用非常大的力气去按压 而且咬合度也还是不错 再加上它这个设计是层层堆砌的一个方式啊 整个的set拼装下来的话 不太会出现掉键或者说是松动的一个情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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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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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